有没有现在我的地标在这里 然后我可以直接就按 现在会秀出来 我的地标 然后我的地标叙述 就Snipe 那你点击它的时候 我就很简单 底下跳这个Toss在下方 我的地标 我的叙述会在下面显示 当然这个事件如果你建立起来 不见得一定要Toss 你可以看你要跳到另外一页 或者什么都OK 就是可以做后续延伸很大 那只要地标 你可以看你有几个地标 你也可以打附近有几个地方 你可以打不止一个 因为我们刚刚是marker一个而已 就现在的位置 其他的地标你可以再去打 打完之后也是可以在上面做Listener 它会真正哪一个marker 然后会秀出 会取得它里面相关的讯息 所以应用我想就会比较大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的话 我做哪一些事情来看 其实非常简单 主要是在Uncreate这个里面 Uncreate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就是 我们Map物件名称是这个 这个跟建一个Button是差不多一样 就是点一下Set onMarker 特别主要是Marker ClickListener 然后面的话 New一个特别主要是在哪里呢 在Google Map上面 建一个什么呢 OnMarkerClickListener 所以前面记得是要用什么 就Google Map 因为Google Map这个类别建了一个Map物件 然后呢 再来它会帮我 新增未失落方法一样 如果你这边的话 我想这方法都一样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不能用 我们之前 另外有没有一个Button 你用属性 因为它没有属性 属性上面没有Uncreate的那个 所以这个 所以那个有那个的方法 那个方便的地方就是说 如果那个元件上面 有可以设定属性 你可以用那个方法会比较快 但是像这种是没有办法 所以这一招还是要 经常会用到 OK那游标放上去之后 新增未失做方法 一样可以 只是说 它因为它是外部的Library 所以你现在游标放上去 它基本上是没有Help的 没有官方 所以你要自己去用那个搜寻到官方的官网去查 好比较麻烦一些些 OK那新增未失落方法 那里面的话呢 它会传进来一个叫Marker 的一个算是参数的物件 这个参数物件里面就带什么了 就是那个Marker 那个Marker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那其实我们可以用get的方式 把资料抓出来 我这边已经写好了 第一个就是我把那个Arg0 把它改一下名称 那个改Arg0 因为Arg0看起来 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所以你把它改Marker好了 这样会比较清楚 Marker里面的话 我要秀什么 秀Info Window 就是 把这个讯息 用一个Window把它秀出来 另外的话底下在做什么 Toss的动作 那这个我想前面做很多啦 就是 比较重要是这个地方 后面有一个什么 点 如果说我要把 那个Marker里面的 Title抓出来的话 那就get the title 有没有 就很简单 然后串接 后面加一个换行 然后再一个 Snipe 有没有 Gate Snipe Snipe 也把它抓出来 所以以后的话 你要秀这两个东西 抓到这两个东西非常简单 还有其他的相关属性 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Gate 你们等一下点下去 Gate 应该可以看 可以看得到其他的 那再来就是停留三秒钟 然后把它秀出来 就这样子 如果你要跳下一页的话 你可能要再另外额外的写 我想这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再延伸性 所以做完之后 基本上就是我们把之前练习的 再做个延伸 就是这个 基本上 很清楚就看到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地方 没错 特别注意 我刚刚有 因为我刚出去一下 我又把WiFi关掉 关掉之后你会发现 就 一直找不到定位了 因为我们在室内 所以如果你的手机一直抓不到那个 location的话 那一定要抓WiFi 因为我们是靠WiFi 去定位的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WiFi没开的话 可能也抓不到 除非你在室外 GPS抓得到讯号 OK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要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其实这个范例 你们也可以把它当成范本 因为这个可以Run了 之后的应该可以Run了 不然的话 你如果一个范本都没建起来的话 之后要延伸就恐怕比较困难 那你们可以再延伸啦 比如说在 总统我附近有没有什么景点的 看看能不能再多找几个 多打几个标记上去 另外的话 看要不要配合一个 Spinner 或者是那个 List View 然后下拉之后的话 或者点击之后的话 可以跳到那个位置上面去 这个位置 点下去 就跳到地图的那个位置上面去 让User看到 不过 我觉得 这个我 之前有另外一个 用JQ Mobile做出来的 你会发现 JQ Mobile上面 该有的都有了 都帮你做好了 连那个地图要切换成 一般啦 卫星啦 还是Hybrid等等 都有了 连接紧都有 但是这个额外形 你没有加 它就不会出现 感觉好像 就是 好像感觉就 就 功能就少了很多了 所以这部分我觉得 如果你们要开发 Google 恐怕还是要 可以参考一下 用 JQ Mobile开发 看看 因为可能会 感觉上 那个好像资源就多很多 而且完全不需要认证 目前 而且在V3的版本 也不需要精钥 可是V3目前 是for Javascript用 这个感觉 但是它的定位不好 我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 理论上它是不是应该完全要大量 要应该support这个多一点才对啊 怎么 是不是说Google它想要转 慢慢 也给这边资源 但是又给的不够多 应该把它包的 很方便一些些嘛 让开发 开发者可以 不用那么痛苦嘛 对你要不要改一改改一改 我会到时候改 改V3版 因为它这个现在V2的 下一版应该也会出来了 下一版就是又要再来一次 这就很麻烦 因为V3一定会跟Google 20结合啦 因为现在看到的它只是平面的地图 那V3一定会有那个 就是视角 刚刚给各位看那部分的东西 那那部分的话 将来如果说没有再简单一些些的话 我怕这开发用这个来开发 会比较困难啦 不过当然这部分各位可以再 再评估一下 用什么方式 不过至少基本的Google地图显示 还有 打标记 还有就是说 可以去触发事件 都不会有问题 另外各位 也可以自己再加 ICON 我们刚刚那个ICON是内建的嘛 你们也可以试着 从外部去找一个ICON 然后插个旗子也好啦 反正就是去 那这应该没有问题吧 就是 把一个ICON 放在Jobble里面 用GET RESOURCE的方法 然后去秀这个ICON 那将来的话就不会是内建的那个图 而是 要秀的 比如说你是房仲的话 你当然会希望上面是一个什么 一个房子之类的 对不对 如果是餐厅的话 你就秀一个什么 像吃的东西也好啦 反正就让人家知道说 在这上面有吃的东西 对 那你看你的行业别属性 通通可以放上去 那不就会有一幕了 那我知道在 Google的官网上面有提供一大堆的ICON 那些应该都可以拿来用 你们可以Google一下 我是有看到官网上面很多的ICON 你们可以搜寻一下那个 像Google map的那个地标的ICON